自由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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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情绪有点失控 所以 有点 就是说有点说话 思维跟不上语速了 可能希望您亮点 就是胸脖啊什么都这样贴在地面 这样子他们几个人都压到他身上 把他手这样子反扣着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要抓我老公 他就举了他的手 他说到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他说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讲 然后他就赶我走 然后我就只好回去了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以后 我又下楼去看 就不在了他们就走了 很长期的 伺候我们去见他的时候 他有跟那个律师说 里面有那个 就是 红毛药主的人 就是抓捕的时候 他有跟警察一起来抓捕他 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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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竟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真的是情绪有点失控了 回医院做个好意思 这应该是一个职业医生应该说的真话吧 好好吃一顿 5点多 6点18现在 对对对对对 感谢各位媒体的记者真的是忙了我太多 反正就是现在是想哭 但是尽量很足 谢谢 自由正好 自由正好 自由 对 我情绪有点失控 所以有点说话就失为跟不上语速了 可能希望您亮点 好 谢谢 现在激动的说不出话 等我心情平复以后 我到时候再跟您来讲聊好吗 现在真的是情绪有点失控了 回医院做个好医生 不后果 对 这是应该是一个职业医生应该说的真话 好好吃一点 谢谢 谢谢 后面谢谢你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七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陈姐 我們去哪兒出來,我們去哪兒去哪兒去找的呀 對嗎?我們可以找到 對 對 那攀疆肯定是躲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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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 我們都不太難保 你不要吃飯了 大哥我們吃飯去 嗯 喝酒去 你們到庫後座的去吃飯嗎 我們 你們呢 你們呢 我們來不及吃飯 你們就到庫室去了 到庫室吧 對 電一點 前幾天採訪你的律師啊 我聽他講啊 就是你跟他轉述說 當時抓你的時候 實際上是有 紅毛藥酒企業的人員一起陪同的 有 我要跟你確認這件事情 有 有嗎 有,當時抓我的時候有四個人 嗯 有兩個亮的警官證 嗯 一個就是這邊的 競爭隊的一個隊長 還有一個是一個很高的 很胖的一個警察 嗯 另外兩個 有一個應該是精通網路技術的 嗯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能是可我懷疑是紅毛的那個人 嗯 嗯 當時給我亮警官證的就是他 然後他們把我提到車備派出所 嗯 嗯 當時車備派出所應該有監控可以看到的 嗯 嗯 兩個人提醒我 就是 嗯 這邊的競爭隊的隊長 還有那個胖胖的警察 嗯 然後當時看到我手機的時候 他們不會看那個每篇的一個分享量 什麼東西 不會 就叫那個懂網路技術的 我估計是網警還是什麼 那個網警應該是吉林 嗯 吉林的 吉林的一個網警 過來 因為只有警察才能夠進審訊室嘛 嗯 然後進來以後就告訴他們 哎 看這個每篇裡面的點擊量有多少 嗯 但是那個 華裔紅毛的那個人 你華裔是紅毛那個人 嗯 沒有進來 嗯 然後當天晚上1點鐘 他們就搞了個車 把我從車備派出所連夜送到深圳 那你為什麼懷疑這個人是紅毛的人呢 我在車上的時候就慢慢就得到信息了嘛 就感覺 什麼信息 呃 呃 因為我們從北京 下了復興號以後 從北京 做的 應該是到北京北吧 你是先從這個做去了深圳是吧 啊 然後從深圳怎麼去到北京呢 做第二天早上的高鐵了 從深圳到北京的 應該是復興號 應該是復興號 嗯 做到北京以後 嗯 然後下了北京 然後又有紅毛 呃有一個商務車 嗯 有一個商務車 有一個司機 還有就是說我懷疑是紅毛的那個人 嗯 他們從北京那邊 呃商務車 直接拉到兩層連夜 呃就說下了高鐵又連連夜就往兩層趕 嗯 然後在車上突然有人說要抽煙 嗯 然後另外一個人 就說懷疑紅毛的那個人說 哎 不要抽煙不要抽煙 嗯 我們呃 董事長啊 不抽煙很討厭 車內有一位 然後就講了這些東西 嗯 那我就基本上就知道他是哪裡的人了 啊 你就認為他不是警察 不是警察 絕不是警察 啊 你辦公辦公的是為什麼 一不帶警務通 二不帶不量警官證 嗯 然後再還有 我見到他第二次的話 就是在1月25號 嗯 我逮捕的當天 金正隊的隊長 因為這個監控 應該有監控的 嗯 呃 金正隊的隊長還有這個人又出現了 在哪出現了 在那個提呃 看守所的提提審室 提審室 對 嗯 因為我現在才知道 廠家是不允許出現在這種地方的 嗯 他也不是律師 他怎麼能跟警察一起出現呢 那他出現在這個現場 就是警察在向你宣布要逮捕你 是吧 對對對 那他在現場他做了什麼嗎 沒說什麼 有跟你說話嗎 沒有 有跟警察說話嗎 也沒有 就是看著 這個人還是當時跟你 就是跟警察一起去抓你那個人 對就是那個人 你認認識這個人 認識這個人 非常清晰的就是這個人 非常認識清晰這個人 嗯 因為是這樣子的 我們當時這個車從北京 呃商務車嘛 拉到八達嶺的時候 我們下來吃了飯 嗯 下吃了飯 因為那個司機明顯就是紅毛的司機 為什麼 他們跟那個就是 就懷疑那個紅毛那個人聊得很熟啊 他怎麼聊呢 就聊一些家常啊 然後又有什麼病啊 糖尿病啊 因為那個司機有糖尿病 嗯 然後就講一些什麼 血糖啊什麼東西 對 他有提到他自己是紅毛酒廠的人嗎 我猜就是 而且肯定就是 因為就是他的一句話 就說不要在車內抽煙 董事長不抽煙很討厭車內有 有有有煙味 嗯就是這輛車實際上是他們董事長的 反正是紅毛的車肯定是紅毛的車 紅毛的車 對紅毛的司機 你的律師啊 給你寫了一份申訴書 嗯 這份申訴書裡頭就講 其實你寫文章的背景 也包括你認為自己無罪 交給你看了 嗯 當時你為什麼要讓你的律師把這份申訴書撤回來 我對 我覺得可能不會被纏的 因為也是聽號裡面的一些人說的嘛 可能不會被纏的 嗯 然後再就是說當時 想就是想早點出去嘛 就說 哎呀 趕著就 就是 咱算 倒霉吧 嗯 扛著就扛下來吧 就做個幾個月啊 半個年啊 一些什麼東西就 嗯 能出去就出去吧 那你沒有想過 你要是認罪了 其實你可能會 在這裡被判一年兩年 背著案底 將來出去再做很多事情 你可能都是一個刑滿釋放人員 這對你的影響其實是 非常糟糕的 你沒有想過這些後果 沒有 我就想出去 我想見 我想我女兒 嗯 我想我爸爸 我爸爸七十歲 我爸爸是曾月十三的 七十歲我都沒在身邊 嗯 父母我爸爸有 冠心病 還有多少女孩 因為以前 工作太忙 沒想過 但是進來以後一想 真的自己 真不是個好兒子 嗯 真的不是個好兒子 父母還有多久的日子 人在一天就是一天 嗯 能多陪陪他們 就多陪陪他們 我整個正月四十 我整整哭了三天 嗯 每天都是在一類新面 嗯 我也是客觀地講 嗯 我心裡就是想早點出去 你覺得這個 比你到底有沒有罪 還重要 對 我就想回家 嗯 我就想回家 但是你也是一個醫生啊 知識分子啊 嗯 你知道你說的沒錯的情況下 如果要用你自己認罪 來換取自由 你也不在乎 不在乎 嗯 那你不覺得你其實 喪失了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一開始的初衷了嗎 唉 只有在牢裡待過的人都知道 嗯 自由比什麼都珍貴 跟家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 陪伴著父母 陪伴著妻兒 有一份好工作 其實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嗯 在號裡面 沒有待過的人都不知道 嗯 沒有自由 嗯 沒有朋友 天天都是那種就是 書白了 就是在一個 從事著 滿是負能量的 嗯 場子裡待著 就 一個大概就是十幾坪的 空間 關個八九個人 嗯 真的 沒有人受得了 嗯 為什麼他們怕 要晚上他們經常是這樣子的 看守所裡面要分幾班人值班 就是因為以前就有過看守所裡面 有犯人承受不受這種心理壓力 嘩 上吊死了的 所以看守所裡面 連什麼數量帶都不允許的 嗯 這是我實話跟您實說 嗯 我也不怕 反正這裡 反正我出來了 我也實話實說 嗯 真的那種日子真不是人待的 嗯 真的會摧殘人的意志 你像我這種 本來膽子就小 然後 突然被給抓進來 然後關在這裡 一下就看不到自己的父母 看不到自己的妻兒 嗯 真的 沒辦法的 就想早點回家 內心就是想早點回家 沒的別的 那你覺得在看守所裡頭 最受折磨的是什麼時候 其實也 主要是內心的折磨吧 就前面兩個月吧 嗯 想回家 特別想回家 哪個時刻有特別的記憶嗎 父親生日那天吧 嗯 就是 農曆正月十三 楊曆二月二十八 嗯 那天我是最難過的 我哭了好幾天 那幾天 嗯 想起那是你父親呢 父親七十大壽 嗯 父親沒有再七十大壽了 嗯 跟那天跟你父親聯繫了嗎 聯繫不到的 看守所是不允許的 不允許打電話 對 嗯 因為你是嫌疑人嘛 這個是有規 有規章制度的 這肯定不允許的 嗯 那你那天你做了什麼 念經禱告 祈禱我父親有八十大壽 嗯 那你念經禱告的時候 你心裡當時是怎麼想的 唉 希望父親能夠活到 有 能跟我一起過八十 然後陪伴在父親身邊 做一個兒子應盡的孝道 嗯 那那一時刻 後悔自己寫了一篇文章 後悔 嗯 有點後悔 真的有點後悔 但是 嗯 到了三四月份以後了 嗯 嗯 到了特別是到了三月份以後 嗯 看到紅的廣告什麼東西 慢慢的心裡面平靜下來以後了 接受這個現實了 嗯 然後就開始覺得 直 嗯 大不了我就扛 嗯 我不後悔 我覺得人這一輩子 總要說兩句真話 別人不敢說我幹嘛不敢說 說了就說了嘛 錯了就錯了 對了就對了 人這一輩子要做兩件正確的事 說兩句真的話 我覺得人應該這樣子 到三四月份以後我不後悔了 那你不後悔 那你為什麼要選擇認罪呢 我想見我家人 嗯 我想我女兒才四歲多 嗯 我爸爸媽媽身體都不好 媽媽馬上已經六十九了 嗯 還關一年 其實我想媽媽 看看媽媽 您不知道三月十二號 我媽媽過來看我的時候 摸摸我的時候的時候 嗯 我真的 嗯 嗯 好想 好想 好想哭 嗯 其實看手裡也想自殺 真的 你自己也想過 嗯 什麼時候 就是一二月份吧 嗯 嗯 剛抓進來的時候 特別想講 嗯 你媽媽當時和你爸爸在看守所看你的時候 嗯 他們跟你說這些話 你覺得 對你來說 我就想回家 你跟他們說 嗯 嗯 我就想回家 嗯 我就想多被爸爸媽媽 嗯 多被被家人 嗯 你說你最激動的那個時刻已經過了是吧 對 那那個時刻是 出來的一瞬間 剛出來的一瞬間 我真不知道 我今天下午就能出來 真不知道 嗯 那你是什麼時候知道你今天能出來的 是 是今天 他們看守所裡面的 大所長還有其他很多警官或者說 放你了 我當時覺得他們可能是開玩笑 嗯 但是後面說是放我的時候 我真的情緒已經真的 我真不敢相信 你為什麼不敢相信呢 因為 因為自己 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做了最壞的打算 可能要真的會在監獄裡待一年 甚至兩年 嗯 因為看守所裡面 我就實話實說 有些幹部就說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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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 得罪了我們當地的什麼大企業啊 什麼 造成幾千萬的損失啊 可能要就給你判個兩年啊 嗯 我其實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我到底至少要待一年 嗯 你已經做了這種心理準備了 對 嗯 我真沒想到 太意外了 那包括今天上午你的律師見你的時候 當時你以為你能出來嗎 我覺得沒有這麼快吧 真沒想到這麼快 那當時告訴你要出來的時候 你正在做什麼呢 嗯 勞動 勞動 做什麼 種地 嗯 嗯 在看守所裡頭 種地 對 在看守所裡還有勞動是嗎 不是 是我自己申請出來 因為我血糖糕嘛 想就是說活動一下嘛 就說種下地 嗯 那當你就是說正在勞動的時候 他們過來的 跟你說的 對對對 那你當時你那一刻是 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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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哭 嗯 沒的別的 就是想哭 然後我當時他們檢察院 把我叫到那個提示室的時候 我看到有個取保候選通知單 我不敢簽字 因為我看的全都是他們兩層的 檢察院的公安的 還有他們本地的律師 我真不敢簽字 為什麼不敢簽字 我怕他們 因為虎律師跟我交代過嘛 那我不要亂簽字 他們後面我就說 一定要的虎律師過來我才簽 但是那是一個取保候選 你知道你簽了字以後會出來 你都不敢簽字嗎 不敢簽 真不敢亂簽字 為什麼 每個東西都要仔細 我真怕 那我看虎律師到了現場之後 你就開始簽字了是嗎 對 簽完字呢 行 他是 我真的應該要出去了 那你臨走的時候 那看守所的人 或者那警官 有跟你說過什麼嗎 沒有說過什麼 檢察呢 跟你說過嗎 也沒有什麼 我看守所的這些管教幹部 其實對我還算可以的 就是說每天 就是因為我按時吃藥嘛 然後經常也幫我改善伙食 也放我出來 因為我提出申請過來 就種地嘛 就斷裂身體 都讓我出來了 我看你出來以後 就把你的衣服就扔掉了 對 為什麼要扔掉 因為有這種說法嘛 因為有這種說法嘛 牢裡面是 是一個就是叫做英帝嘛 你們什麼死刑犯 販毒的各種就是力氣嘛 就佛教裡面所謂的一種力氣 對 產生的東西全部扔掉 所以我要扔掉它 那你賣出這個看護所的那一瞬間 你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真的出來了 謝謝媒體 謝謝全國關心我的人 你是覺得沒有他們的關心 你出不來是嗎 真的沒有 在這裡我只能用 叫天天不應叫地丟靈 你是覺得你靠你自己的力量 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相信 以前我相信一句話 名不與父的 父不與關真嘛 我惹的不該惹的人 其實我心裡面已經就 也有這種想法 就估計可能會做一年 但是我真的沒想到 風飛路轉 真的沒想到 太意外了 真的還是感謝王老師 感謝全國關心我的人 還有全國的媒體 你當時有沒有覺得意外 就是說 因為寫這樣一篇文章 他們從千里迢迢 從內蒙古過來來 來製造 真的太意外了 我當時後面 當時真的老的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惹到這麼遠的人 我就寫了一篇 叫科普性的文章 現在回過頭來想 記得非常清楚了 開篇就是一個寫心理 就是寫心臟的一個 假離子傳道 引起這個心臟去疾化 然後的一些生理學常識 然後最後文章 我就是告知 有心腦血管 特別是有高血壓 糖尿病心臟病的老年人 不要飲用酒 我真的 然後文章裡面的內容 而且有一部分 我已經著名了 就是來自於歐倩醫生 裡面的東西 全都是從各大網站 然後還有一些視頻 直播節的圖 就是告訴大家 他射行虚假廣告 那你當時給警察解釋了嗎 我當時就說 我想博取眼球 他就說你為什麼說 他是毒藥 我說我想博取眼球 我就想博取眼球 我當時 真的投的是懵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沒辦法 就是情緒激動 沒辦法組織語言 一副手銬戴在手上 你說我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那篇文章 我當時有點想不起來了 你為什麼會說 你是為了博取眼球 因為很簡單 其實博取眼球 為什麼要博取眼球 我博取的是老年人 特別是有心臟病 高血壓 糖尿病 這些老年人的眼球 他們如果不讓他們 博取他們的眼球 看這篇文章 他們還會一無既往的 去買這種藥酒來喝 中國的流行病學調查 中國有2億的高血壓 1.2億的糖尿病人 而老年人大部分 就是很多人 都有高血壓和糖尿病 你說這些人喝了酒 會出啥事 那不是飲毒嗎 就對他的身體實際上 對呀 廣告前段時間我不知道 前段時間的廣告 就是說 就是校圈父母 買紅毛藥酒回家喝 我不知道 這不叫不叫飲毒 每一種藥 他都有他對應的人群 因為我對紅毛藥酒 是看完歐倩醫生 那篇文章以後 我就初步的了解到 這個藥 竟然在中國 沒有做過任何臨床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你覺得這個不可思議 真不可思議 然後又看了很多 歐倩醫生裡面就 有很多 比如說中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這些 說他沒有做過任何臨床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新聞的一些 比如說他的一些處罰通告 還有說他67位藥材入藥 然後我在網上一搜 負面能量挺多的 我就想一想 我也寫一篇類似的文章吧 當時也有一個 我記得了 在我印象當中也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們當時在醫療圈裡面 有關於一個沙埔艾斯的神藥 也就是說治療白內障 然後看完這篇文章以後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跟我說過 你也寫一篇這種類似的文章 我就說好啊 我寫一篇這種類似的文章 但是這個朋友我也忘了 因為我微信好友 三四千人這麼不記得 然後就寫了 就是查了一下 紅毛 當時腦袋裡面一想 這些廣告詞 廣告 就是說天天看電視打開就是什麼廣告 就是這些神藥 廣告就一搜 看到歐倩醫生這篇文章 然後就看完以後了 仔細看完以後 就想自己也寫篇這樣的文章 但是那個很多人都會疑問啊 你為什麼當時標題裡都要寫 這是毒藥這兩個字 首先它是藥 沒錯吧 它是藥 藥的話 有治療作用 那就是好藥 但它所有的藥都有毒副作用 在四億的人群 用四億的藥 那就是好藥 但是如果針對高血壓 糖尿病 老年病人 如果你吃了這種藥 那你就是毒藥 你天天打這些虛假廣告 你不就引導他們去消費嗎 而且來說 不取這種標題的話 你根本沒辦法 博取這些老年人的眼球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只看標題 看了標題以後才會看文章 就是要博取這些有高血壓 糖尿病 心腦血管疾病的老年人的眼球 嗯 但是 雖然說 有些藥都 每個藥都有毒副作用 嗯 而且這個 如果是適應症 如果不對的話 可能也的確是有害 但是我們 畢竟不能管一般的藥 都叫毒藥 那你也不會把所有的藥都稱之為毒藥 你為什麼要把紅毛藥酒 叫做毒藥呢 您見過內蒙古有種菜叫做會菜嗎 嗯 就是啥東西堆在一塊 嗯 它就是67種中藥堆在一塊 您覺得 然後好像能夠 我看到以前的廣告啊 嗯 就在在看守所裡面看的廣告啊 什麼月經不調 嗯 腰氣酸軟 好像能治幾十種病吧 嗯 您見過這種藥嗎 嗯 我現在回想起 67種中藥 中國有哪幾個處方 因為我姐姐是學中醫的嘛 嗯 我姐姐是一名中醫學的博士 嗯 我自己也喜歡中醫 我們看了 就說一些經典的經方 裡面有67味中藥 而且能治幾十種病 您覺得神奇嗎 我覺得太神奇了 嗯 你是覺得這不符合 醫學 醫學的藥理 對 特別不符合中藥藥 67種中藥 你組成大組方 而且配在酒裡面 嗯 而且還可以治那麼多的病 就前段時間我就在牢 在看守所裡面 嗯 天天就是紅毛藥酒的廣告 就是當時的廣告實在沒改 打客廳時就是中央台 嗯 然後中央台 然後一些其他的地方衛視也有 嗯 打客就鋪天塊地的紅毛 現在湖南衛視也有了 嗯 那你這個寫這篇文章哈 嗯 當時有沒有 比如說 嗯 出於競爭對手的考慮啊 或者說有意想打壓紅毛藥酒 這樣的一種想法 有這種想法嗎 沒有 沒有 我又不賣酒 嗯 我是個佛教徒 嗯 我天天 我跟您背一段經 我在看守所裡面 我就只做幾件事 祈禱 祈禱我家人平安 祈禱 然後祈禱我妻兒平安 我天天就是念班辱波羅蜜陀心經 嗯 那你剛才說了 這篇文章也是你的一個朋友讓你寫的 對 那你這個朋友會不會是紅毛藥酒的競爭對手 他指使你寫這篇文章呢 不是 他就說讓我寫一篇這種類似的科普性的文章 嗯 像SupS一樣 SupS一樣的 那這個朋友 他是不是也賣過酒呢 我咋知道呢 不清楚 不清楚 嗯 他就說你寫一篇類似的文章 根本就沒提到過你寫哪種藥都沒寫的 嗯 他並沒有告訴你要寫 對 就是這個紅毛藥酒的文章是吧 沒有 嗯 然後在突擊審查的時候 他們這邊金正 應該是金正隊的大隊長吧 問 呃 你是不是收了別人錢呢 我頭腦都是蒙到我 我這種小人物 小醫生 說兩句真話 誰會給我錢 嗯 然後我們王老師我們實話實說 您看到我那篇文章 和紅毛藥酒 那個紅毛都錯了 你說這種誰會給我錢 我也沒賣過任何酒 嗯 你當時把那個毛子是有意寫錯的嗎 不是 這個我跟您實話實說 我就是手機編輯嘛 打拼音打出來 不是一句老話嗎 人固有一死 或重於太神 或輕於紅毛 肯定就是這兩個紅毛啊 嗯 就我們實話實說的 筆悟啊 筆悟對 完全就是筆悟 你太太好像在這個梁城還給你雇了一個律師啊 姓王 王律師對 嗯 見過她幾次啊 見過好像有滿多次吧 五六次吧 五六次 就是傳遞家裡的一些信息啊 給我送藥啊送書啊 這個律師他原先曾經做過就是紅毛藥酒的法律顧問你知道嗎 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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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說過嗎 好像說過 好像說過 但是這種她只是以前是紅毛藥酒的法律顧問解拼以後就不存在這種關係了嗎 嗯 那她是那個辦案的警察給你太太推薦的你知道嗎 知道這個 知道 因為當時警察說要不要幫忙當地找個律師嘛 因為我有高學唐靖兵就傳書啊傳藥方便一點嘛 就考慮到這個就顧個律師吧 嗯 按照法律規定 其實辦案的警官不能給當事人推薦律師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這個律師在跟你打交道的過程中 他有勸過你認罪嗎 是我自己提出來要這樣子的 他當時對我的態度就是 沒說什麼 就是剛開始第一次見我的時候 反正就很無所謂的 你這個案子就是三年以下了 然後就 三年以下 他根本就沒看過這個法律文書嘛 嗯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就是啊 可能 了解了一下法律文書 就說你這個案子 呃 就是 拘役或返行 跟我說的這種 嗯 拘役或者緩行嘛 嗯 然後我反复的過程當中 我是希望就是說能早點回家 嗯 就是說搞一個 緩行的或者搞個拘役嘛 我所以說希望他能幫我跑跑活動一下 嗯 所以我三月份自己提出來的 對 嗯 就是認罪 嗯 差不多是吧 就是能早點回家就可以了 他當時什麼反應 他也沒說什麼吧 反正就是盡力吧 他贊成你這種認罪的方式嗎 我感覺應該是 嗯 嗯 是認可的 啊 就他答應我就是盡量去活動 跑一跑 求求情嘛 嗯 那本地律師還是可能會人脈足一點吧 那天其實我在廣州採訪你太太嘛 嗯 你太太當時並沒有授權 然後那個媒體報導說之後 她當天上午就來主動來找你來了 那幾次哪一天呢 4月14號吧 啊對 她過來是 找過你一次嗎 她是給我送錢吧 我怕太太給我打了4000塊錢 給你送錢就過來了 啊然後跟我講了一下 說這個案子可能 可能就說可能會被判一年左右吧 她跟你說 啊可能會被判一年左右 嗯 然後說太太跟這邊媒體跟公安鬧得挺僵的 嗯 然後我當時就類型怕嘛 就影響我判緩刑嘛 當時說就寫了個家書 還有胡律師也寫了一個就是希望胡律師 辛苦了胡律師 希望您勸勸我太太 因為我怕 適得其反吧 哦 但是她當時有沒有給你介紹 當時媒體實際上 已經充分報道了這件事情 大家都在支持你 沒聊太多就走了 她好像有事 就是說你現在實際上 你這過去是委託了兩個律師嘛 嗯 一個就是 就像警官給你推薦的那個王律師 嗯 還有一個就是你太太在廣東給你請的這個胡律師啊 嗯 我們採訪胡律師的時候 胡律師就始終堅持說 你這個案子其實就是無罪 嗯 要想變成有罪的話 比變無罪還要難 但是這個王律師 卻總是說 你這個肯定要判刑 可能要判一年或者判兩年 你沒覺得你這兩個律師在對你案情分析上 有明顯的不一樣嗎 不一樣 嗯 就是差別很大吧 嗯 一個是無罪 一個認為是有罪 嗯 我覺得 可能就說跟胡律師 他講溝通太不方便 在看守所裡面 嗯 沒有可能傳信息出去的 嗯 然後天天被那些負能量的影響 然後就自己就想出去嘛 想出去的人有時候是 為了想出去 就是說實在話 什麼東西都願意承擔的 什麼東西都願意放棄的 我覺得我就是這種心態吧 嗯 你就是說你雖然覺得不一樣 但是你也沒有覺得 這裡頭有什麼不正常是嗎 對 你剛進去的時候 我聽律師講 你特別希望 你特別認為自己實際上是無罪的啊 但是到了3月份他再見你的時候 他說第二次再見你的時候 你就認為你有罪了 而且你希望律師給你做有罪辯護 你為什麼有這樣的變化 哎呀我真的就是當時些例行就是非常 就早點出去 然後主動就提出來 就是說看能不能就是 爭取在法院活動下能不能判個還 但是你內心你認為你其實 不是無罪 然後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 就是實在不行就是一年 提審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檢察院反應過 你你認為你其實這個行為是無罪的 我說我這篇文章 他們也打出來了違案的首頁 我這篇文章就是一篇科普性的文章 我只有標題比較噁心 這句話已經寫進去了 我內心認為我是無罪的 因為我是客觀更情實話實說 因為也在號裡面跟其他的一些 一起的這些所謂的 牢獄的這些犯人聊過嗎 他們覺得 我是道庭圖書 他們就分析 就抓我就是數點刑 數點刑 怎麼講 這紅毛不是要從去年就準備開始上市嗎 我就聽他們分析 不是我說的 但肯定要抓一兩個就數點刑 因為他網上很多負面新聞 我有跟他們聊過我的案件 他們說肯定有很多負面新聞 他不肯定就抓你啊 抓你數點刑殺雞害猴嗎 那你覺得這種分析有道理嗎 我覺得後面慢慢想有一定的道理 因為不然不會為了一個字 說白了就是為了一個字 就是這個毒字 就千里迢迢把我給逮進來 如果我是一個什麼 大上市公司的什麼顧問 他保證不敢抓 肯定就是抓我這種 就閃避游泳的這種人 沒有背景的 或者稱之為草根 你剛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希望自己能夠取保候選 對啊 所以說就是我當時就說 希望就是賠償一部分啊 然後再彌補啊 道歉啊 媒體道歉啊 就是希望換取紅毛的這個量解書嘛 就取保候選了 我聽說你還是說 你願意給紅毛藥酒寫一篇正面的文章 是嗎 對對對 那當時你說你想寫一篇正面的文章 是指什麼樣的文章 就是從中藥的要理來說嘛 就說比如說這個活血話語裡面 有當歸什麼東西 調解不氣血啊 調解女性的月經不調啊 就說分章節 然後有像那些韓詩啊 從單個藥單個藥 或者幾個藥的處方 這樣來分析嘛 嗯哼 對就這樣子 那你要寫這篇文章 你是基於你真實的想法呢 還是說你僅僅是想出去 出去 我實話實說 其實你內心並不是這麼想的 並不是這麼想 我就想出去 因為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起於網絡終結於網絡嘛 就是想通過網絡盜竊啊 然後幫我彌補嘛 當時就是這麼想 但你沒有想過 如果你要寫這樣的文章 可能你一開始想提示的 那些老年人 會上當受騙 這就是說實話 人在環境當中 可能會改變自己的心態吧 這是實話實說的 嗯哼 當時就想著出去 顧不了那麼多了 顧不了那麼多了 嗯哼 就想著出去 我也是實話實說 嗯 但是他們根本就不會接受的 嗯 就是但他們也沒接受 嗯 不會接受的 我是聽到看守 看守所謂 對有人說 哎老台 你上了頭條了 嗯 然後你還是個醫生 我說是啊 然後我當時就心裡覺得 有戲了 嗯哼 我覺得有戲了 一直就是在 我一直期待的那一天 其實我內心裡面其實也是很矛盾分數 雙面的 嗯哼 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夠盡快出去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正義能夠得到伸張 嗯哼 我也是無罪的 其實內心是很焦慮的 但是有一段時間好像 你還勸你太太 希望她不要跟媒體曝光 我不相信這邊的 我不相信我自己 我也或者說我對媒體有點懷疑 你對媒體也沒有那麼信任 沒有信心 不是不信任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嗯 你就認為即便報道了 也改變不了你的命運 對對對 嗯 因為對媒體不是太了解 我又沒上過電視 我真的不了解媒體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但是現在我相信了 正義的力量 媒體的力量 嗯 當時抓你的過程 你能跟我們講一下嗎 呃我當時就從辦公室出來 回到家的時候 就看見有兩個人在電梯口 呃 然後我就 因為都買了點菜嘛 準備自己第二天做點飯 帶到辦公室吃 然後就兩個人跟我說 那樣警官正 說他們是什麼東坡派出所 我就納悶嘛 拿一個東坡 然後說這個北方法 因為如果是車備派出所的話 呃 肯定是說廣東 廣市普通話嘛 這個肯定能聽得懂的嘛 我就 我就覺得我怕是壞人 想綁票什麼東西 我就往樓梯上衝 樓梯上衝 他們就圍住我 然後就把我按到地上 然後我就拿出一個手機 打電 我怕是壞人 那他這個時候他有沒有 就是說說明他自己的身份 呃 他們說明他們是警察嘛 晾了警官 這倒沒有問題 嗯 然後但是我 搞不清楚 我搞不清楚了 其實這種社會 這個真不知道 呃 這種真警察假警察 真不知道 然後我就打電話 當時有車備有報警記錄 我打了車打了110 然後車備的派出所的 一個姓張的副所長就開警車過來 然後就把我們一起裝到警車 然後就運到了那個車備派出所 然後他們就把呃 兩層的兩個警察 就把我拿到審訊室 進出自第一次提審 你當時第一次進那個提審室的時候 你是什麼反應 就擦尿褲子了 老的全是懵的 我不知道什麼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惹了什麼事 然後呢 後面慢慢就問 是不是寫過一篇文章什麼東西 哦 我就想可能就是這篇文章 但是文章當時老的很亂 都回想不起文章 寫了什麼東西 就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寫一篇文章 會抓起來 真的沒想過 我是1月10號晚上10點 被他們逮到 逮到車備派出所 兩個小時審訊完 連夜就把我送到深圳 然後第二天早上又 呃 做了八個半小時的復興號 到了北京 然後又開了四五個小時車 十一號晚上零呃 大概十一二點吧 送到看搜索 然後就進到看搜索了 那你當時有沒有 感到特別奇怪 就是說你這一個 點擊量一共只有兩千多哈 然後一個非常小的範圍內的文章 怎麼會被良城的警方注意到了呢 或者說紅毛藥酒就發現了呢 而且他被分享了一百二十五次嘛 啊對 我也不知道啊 他是不是法務部門專門就是 他們是我就是我現在想 他們是不是專門有一個法務部門 天天在網上就是搞這些東西吧 因為你這個所謂的損害商品名譽罪 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是 就是你必須給企業造成實際損失 那麼後來所謂的損失呢 是他有供應商 他說看到你這篇文章 什麼退貨了 這個後來警察跟你講過 何時過這些細節 他就是當時跟我說有退貨吧 就是有退貨造成了經濟損失 你當時有沒有覺得奇怪 就說你這篇文章其實 這個點擊量這麼低 那些供應商都遠在東北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當時就跟警察提審的時候就說過 我就說我這兩千多的閱讀量 咋可能就會被供應商看到咧 我也覺得很納悶 因為我真不懂 那個怎麼會看到 這兩千多這麼小的小眾用戶 而且看到的人基本上都是我同學啊 校友基本上都是醫生 那警察有沒有回答你這個問題 沒有 他就說有退貨 然後造成的廠家多少錢的損失啊 當時說是280多萬 折合以後是142萬 那這個損失你相信嗎 我真不相信 他給我第三方的統計報告 我咋懂啊 後面慢慢就覺得 這個叫間諧經濟損失吧 叫間諧經濟損失 然後我心裡面一直有個疑問 你那個證據 就是看到我這篇文章就退貨了 那請問一下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浪漫 你退來的貨 你還會賣出去吧 哪咋損失這麼多 我真的不懂這經濟 而且你說 供應商就說 看到我這篇文章就退貨 我當時我也懷疑 我看不懂啊 你如果說我一退貨就摘到我頭上 我覺得我就真的很浪漫 然後我記得虎律師跟我說過一次 3月份的時候 又來了個500萬的退貨單 嗯 是嗎 虎律師跟我說過的 我就浪漫了 咋 咋我 就全都來 這你要 那就以後要判刑很簡單了 隨便抓一個人 你知道寫了一個 我不滿意你 你寫了我一個什麼文章 然後我就說我的供應商 退貨就摘到你頭上 就都給抓了 你現在實際上是取保候審啊 你並不是完全宣布你無罪 嗯 其實你現在還是犯罪嫌疑人 嗯 你想過嗎 就是說 其實你可能還有可能面臨 這邊法院的判決 還有可能被刑事追訴 想過 想過 嗯 最後的打算就是一年嘛 嗯 但是我不後悔 嗯 我寫這篇文章我覺得 那你現在出來了 你覺得你還有可能會被 重新抓進去 暗性坐牢嗎 啊 這不知道了 不知道 嗯 這個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我現在來想 我這篇文章寫的值 但如果要是再把你抓回來呢 抓回來繼續做唄 但是不後悔了 不後悔了 因為有這麼多人關心我 嗯 有像王老師還這麼多媒體關注我 我覺得 我值 這樣的文章 寫得好 人一輩子要說兩句真話 特別是作為一個醫生 你如果不敢說真話 讓這些漫天飛舞的神藥廣告 漫天會會害更多的人 嗯 我覺得這就是使命吧 那經歷了這麼一番 特別的經歷啊 嗯 本來你本人是個醫生 後來自己創業做公司 然後一夜之間就被抓到盤勢所 嗯 然後想要去保護神 又沒有實現 以為自己要判刑 最終突然就被放出來了 有一個非常奇幻的這種經歷啊 嗯 我想知道你經歷了這麼多 以後你對我們這個社會是更有信心的 還是說更沒信心 有信心 人間正道 有真理 嗯 我相信就是媒體 媒體就是最大的監督 嗯 我現在相信了 真的我真的相信了 嗯 中國真的 有股正能量 相信正義的力量 嗯 做一個好人 做一個好醫生 回去以後 看能不能找一家醫院回去上班 做個皮膚科醫生 嗯 做一點 利所人及的事吧 多做一些公益吧 這也是我希望能做的 嗯 我可能要告訴你一個消息啊 就是說 就是說 嗯 就在今天 其實公安部 也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 都各自發了通知 有責令當地的檢察院 其實要對這件事情定調查 公安部也責令當地的公安機關 要對整個你這個案件的過程中要調查 嗯 就在昨天 國家的食品藥品檢察總局呢 嗯 也責令內蒙古的這個藥間局 要對紅毛藥酒這個企業進行調查 嗯 我不知道你聽了這樣的消息 你是什麼感想 嗯 增益的力量 嗯 期待的春天 嗯 來了 嗯 而且國家藥單局的那個通知裡還講到 正在進行專家論證 要把紅毛藥酒 有可能要從非處方藥 變成處方藥 監管起來 嗯 就只能到醫院買了 對 要有醫生的處方 是的 這樣好 嗯 這樣 讓更多老年人能夠合理安全的用藥 嗯 這樣可以減少醫保的支出 真的就避免了因為 嗯 隨意能夠就在藥店就沒有處方能買到的藥 隨意服用 然後導致心血管意外 我覺得這真的是好事 嗯 真的就是 對更多的中藥年人來說其實是一種福音 嗯 其實我作為一個採訪者 我不太應該在節目中表達自己的態度和立場 我最後還是想 代表我們整個節目組要跟你說一聲 其實今天這個局面 都是因為你當時寫的那篇文章 你的抗爭帶來的 我們要感謝你 我應該謝謝你 嗯 真的我應該謝謝媒體 謝謝全國的媒體和全國的支手的朋友 真的 我應該真的感謝你們 嗯 讓我更加有信心了 嗯 我相信每一個因為這件事情受益的那些老年人 都會感謝你的 嗯 謝謝 如果你要是有機會能夠面對紅毛藥業的董事長 你想對他說什麼話 嗯 舉頭三次有生命 嗯 人在做天在看 嗯 我就想說都是一句話 嗯 人不能光為著賺錢沒了良心啊 嗯 你覺得紅毛藥業就是這樣的企業 一年可以發幾個億來做廣告 卻不願意花點錢來做臨床的一些獨立實驗 藥理實驗和四起臨床 嗯 真的有問題 嗯 好 謝謝王老師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王老師 讓你吃一點東西啊 謝謝王老師我喝點水就好 喝點水喝點水 王老師我這種就實話實說的 不會 挺好的很好的 不會又把我抓回去吧 不會的你放心 那你有機會你還會再寫這樣的文章嗎 寫 如果再讓你寫 關於紅毛藥酒的文章 還敢寫嗎 敢寫 寫的時候你還敢說紅毛藥酒有毒嗎 毒藥 你還堅持它是毒藥 我堅持它是毒藥 如果它不改過來 它還是毒藥 如果它不強調就是說 針對事宜的人群 用事宜的藥 那它就是毒藥 它不可能每個人都喝的 而且酒這種東西 其實已經就是很明白了 世界一級致癌物啊 又放消化道腫瘤 胃腸道腫瘤 這本來就是個毒啊 然後67味藥裡面 很多成分我真不知道 這大雜燴煮了一個 叫做一大鍋湯 就是這本地的燴菜 一大鍋湯能治四十幾種病 真不相信 還是會寫 還是會告訴別人是毒藥 對 因為我覺得這是醫生的使命 你不擔心他們會再過來抓你嗎 不擔心 有這麼多媒體 正義的媒體 這麼多支持我的網友 抓就抓吧 我相信忠有天理的 舉頭三尺有神明啊 還有這麼多同胞關注 我覺得我不怕 就算把我再砸進去 我覺得我還是對的 我不醉 剛才你說你在派出所裡頭也能看電視啊 看到了這個紅毛藥酒的廣告 我特別想知道 就是你當時在派出所裡頭看到紅毛藥酒的廣告的時候 你是什麼心情 假 真的假 他的廣告一直在變 廣告詞也在變 就從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都在變 剛開始的廣告央視是 什麼就是說每天兩口 然後我心裡就這麼想的 你這兩口 多大一口是多大 劑量都不標準 我一次喝200毫升跟喝50毫升都是一口 你這哪這麼不規範的藥品廣告能放出來 到後面三月四月份的廣告 沒有這些東西了 就湖南衛視現在打的那個什麼 紅毛藥酒的廣告就 就只寫百年傳承的什麼 百年傳承的經典中藥文就這東西 沒有說什麼其他東西了 不像以前那麼赤裸裸的了 就說買給老中老年人 然後幼稚什麼月經不調 沒寫那麼多 就沒有了 那我就想知道就是說 你可能你知道 你進看守所是因為紅毛藥酒這家企業 然後也是因為紅毛藥酒的這種廣告 對吧 你對這種廣告它那種宣傳 你不以為然 然後寫了文章 它給你招來了這種牢獄之災 但是你進了看守所以後 你發現你其實你所有的努力 都沒有起到什麼效果 然後在這看守所裡頭 還是能夠每天看到紅毛藥酒的廣告 我就說你那時候 你 我覺得 怎麼 我覺得我寫這篇文章 如果讓我出去 我繼續寫 因為我覺得太假了 真的就覺得太假了 為什麼 就是這種廣告 孩子不斷地在打不斷地在打 我不知道 我是客觀講 如果 因為中老年人看著廣告 他說一天沒事幹 老年人退休就是看電視 看電視就回去買這個藥 也沒管 然後他那些小事 就說有一些出現一些小事 什麼什麼 就注意事情 誰看得見老年人 你買回來一喝 我不知道到底出過多少事 但是我總覺得真的不應該的 5點多 6點18現在 對對對 感謝各位媒體的記者 真的是忙了我太多 但是今天很辛苦 謝謝 嗯 自由正好 自由的 自由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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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有點失控 所以 有點說話 就 思維跟不上語速了 可能希望您亮姐 谢谢 现在 现在激动的说不出话 等我心情平复以后 我到时候再跟您来讲聊好吗 现在真的是情绪有点失控了 回医院做个好意思 这应该是一个职业医生应该说的真话吧 好好吃一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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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谢谢你 你见谭医生在派人所里 他的精神状态情绪 几次见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次去感觉到没什么太大问题 感觉到比较轻生 到第二次去了以后 人就有点消沉 情绪有变化 情绪有变化 应该说是 强烈的渴望自由 甚至于后来他说了 他说这个案件 你征求一下 到时候法官或者检查官的意见 做有罪变或者无罪变 哪一种情况对我更加有利 他问你是吧 对 那你就那么便 如果说你做无罪变可能对我更不利 你就不要做无罪变 但是我看他的那个申诉书里头 他实际上是特别坚持 他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那么为什么他会跟你说的时候 他宁愿选择就是说有罪变呢 申诉书是我们会见以后 我根据他的那个这个这个陈述 作为他的一个申诉代理人 来写这么一个文件 第二次会见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申诉书给到他 他看过 看过以后 他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说这个文件你不要交 他说你保险听我的好一些 我们没有能量跟他多下去 他特别担心这一点 对 所以这篇这个申诉书 我们实际上先前就交给了办案单位 后来我们跟那个办案单位都都测了 我说这个材料就不要放进去了 又重新测了 又测了 因为考虑到谭心灯的贵人意见 那么我们还是真正他的意见 这个申诉书是我们代写 那实际上申诉人还是谭心灯 所以我们后来打电话跟他讲 那个警官说 那就行吧 我们真好还没有书卷 就没放进去 是非和更例 他可能更加考虑 目前的这个更例 信实一点 快点出来 那他为什么会就这么在乎办案人员的态度 你跟他会见的时候有了解吗 他在办案过程中间 比如说有遭受过提法 行刑逼供 或者说是某种威胁吗 这个没有 这个我反复问过他 这个没有 实际上我们跟那个警官打交道 他也比较友善地提醒我们 怎么提醒了 说你这个案件 如果说做无罪便 恐怕会判得很重 警官跟你说的 对 他说北京有一个案例 在梁城县法院 他做无罪便 开始跟他说了 说做有罪便 可能会很轻很轻 后来他是做无罪便赴 结果判很重 说了这个案例吧 这个罪名的最高刑期 好像是就是两年 情节特别严重 这个说给那个对方造成什么 破产清算 更加严重的后果那种 最高刑期两年 其实在这个有罪和无罪便 我们没有看到案件之前 我们都还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 看完以后呢 只是说呢 这个我看完以后 倒是觉得这个案件 那我只能做无罪便赴 你不会愿意选择做有罪便赴 对 他没有办法 我说做有罪便赴的难度 比我做无罪便赴要大得多 但是那谭医生如果愿意 或者说他希望你做有罪便赴呢 可能我们要再会见一次 因为我们的便赴意见 那不应该是被告人 由他来决定的 那如果说你坚持你的决定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拒绝你的委托 那如果说我们要出庭 我们律师办案 刑事案件一件 那肯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那你有考虑过吗 就是说你们即便按照无罪便 最后可能也会判有罪 我是这么看 这个结果跟事实 我们更多的要考虑 这个案件的事实 就律师来讲 如果说你不依据法律 你不依据事实 更多的是为了这个案件 可能争取到的一个 更好的结果去变 这个我们不希望这么做 快快快你给我写一个解除合同 马上要发 你写一个好一点 你这个电子本不太好 你就我用照片发给他就可以了 他必须要马上去见他 我阻止他见他不可以 他说你写一个书面的吧 我给你写 我看你今天是想解除 跟这个律师之间的委托 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觉得他一直没有作文 另外就是他不停的 在跟我们灌输这些 比如说他对方势力多大 然后你要怎么样 你要配合 你不能用媒体 不能去找那些什么上级 去说这些事情 惹入他们 等一下你斗不过的 然后他老是说这些话 好像是律师 是不是昨天 就是你说 好像还去见了你先生是吗 对 然后他就说 你最好不要搞那些媒体 他说你有好几个媒体打电话 给了个办案单位 他们都很不高兴了 你这样的话 到时候判一个两年半 然后我就 我听到很搞笑 觉得我说 我说王律师 你作为律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个案件最高刑罚也就两年 怎么会有两年半 我说 他昨天要去见你先生 是你让他去见的吗 没有 我没有让他接 我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了 我就担心他会用他 就是 违逼利用他让他认罪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很严重了 因为他本来就无罪的 那你这样在里面认了罪的话 那这样就 对我们这个案子就会很大影响 所以说我就觉得 马上给他解除这个合同 但是委托是我委托您是吗 不是他委托您 现在你委托那个手续 把我过去了 我现在是谈情中恋邪的者 谈情多什么 谈情多恋邪的者 我得征求本人的意见 你委托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 这个好像不合规定吧 委托是我当方面跟你的行为 你是怎么想到要委托那批律师的呢 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 确实因为 怎么讲呢 内蒙古梁城也挺偏僻的一个地方 我们去一趟真的很费力 要花一天的时间基本上 就是从早上坐飞机 然后到晚上才能到那里 然后平常可能有个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也很难兼顾到 我们去跟警官见面的时候 后来警官就提议 他说你们最好在这边找一个律师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听了他的建议 我说可以啊 他说反正这个梁城也只有这么大 也就这么几个律师 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好的 就这个律师 比较那个 那个您可以跟他联系 我听这个律师后来自己介绍 他说我跟那个红毛药酒 以前就是做过他的那个药厂的那个法律顾问 那按理说就是他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其实在代理你先生这个案子就不太合适 可能是不太合适 现在我想起来是不太合适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正好如果他代理的话 他可能认识那里面的人了 我就说通过他这个关系 然后去给我们搭条线 让我们跟那边的领导谈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还是想取保候审 知道吗 那个警官一直跟我们强调 他说你如果想取保候审 就必须取得那个红毛药酒的谅解书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想取得这个谅解书 那么你明确跟这个律师说了 是吧 对 那你后来就是跟这个律师打交道的过程中 你觉得他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来维护 你先生的这个利益呢 没有 尽职尽责的 没有 他老是跟我们还包括跟那个谭秦东 我估计也是惯出一种思想 跟我们说一些所谓的利害关系了 如果你这样做就会惹弱对方 然后别人更加会往死里整理 然后把这个罪行给你 反正就是最大化的去定你的罪了 你当时听着话 就是有点怕 因为我们也没有经历过 然后这平民老百姓也都会 这个法律也也比较不是很懂 然后有一点被他吓住吧 是嗯 然后包括红毛药酒他那边我们感觉他这个势力也挺大的 因为确实也看到相关的报道 比如说他行政处罚这么多次啊 然后还是履禁不止 然后还是有这么多违法广告在这里 感觉他好像后台很硬的 我们单纯的出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之前想 想先把人给他放出来 先搞一个取宝后审 人的话在里面真的是太受罪了 所以说私底下一直想取得他们的谅解书 就是这样子去求着他们 结果他们都自知不理 后来我不是已经决定曝光了这个事情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量忍让 然后对方一直都自知不理 然后甚至跟我们提出了 就说要民事赔偿140多万 然后还要给我们面刑一年多 这是这个律师跟我说的 就是你在内蒙委托这个律师 对 我觉得我没必要再去隐瞒或者再忍让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把它曝光出来 虽然我自己的力量很小 但相信我把这个事情曝光以后 就会得到一个就是一个法律 我想得到法律的一个公正的对待 安全材料里看 这退货商都是在什么地方 可能大的公司就有两家 经销商 经销商一个是吉林的 一个是南京的 消费者 雇人 有一些退货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能会申请他们出庭作证 吉林的和南京的 这个地方都离广州很远 他们看到了这个谭医生的帖子了 他们看到我们 他们没看到我们肯定是无法真实这一点 但是他作为证据 作为一个核毛药厂受害的证据由于这篇文章 他一定要证明 首先是要证明他的关联性 为什么这篇文章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前面这么多一个负面的报道 对你的批评报道 甚至有很多比谭言灯这个更加坚约 为什么他就没有给你造成损失呢 给我们一个很多联想的一个根据 你的联想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也不现实 能证明就是说 他那个退货之间所造成的损失 跟他这篇文章之间有因果关联吗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证据 应该说 从形式上可以反映这个问题 但是他具备证据的形式 我们人员对他的真实性 关联性表示质疑 这必须要有更加强大的证据 来证明 这个退货事实的存在 你什么时候退呢 你就是一个退货清单 就是一个电话 我就把这个产品给退了 你的物流证明在哪里 或者说你取消订单 那你后面是不是还继续在交易 如果说你跟他还在连续的 不间断的在交易 有什么东西能说明你是退货 这个退货你另外请一个订单 这个退货的事实 真实性就受到质疑 我们现在也注意到 这个证人和他不间断地在交易当中 就是跟那个红帽要求之间 对 就是他退了这笔货之后 很快又进了货是吗 他出退货相关证据以后 他在不间断地交易跟他 这个能够证明也退货 所以当然这个我们暂时只能说到这里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那到底呢 像他这种其实也没有什么继续危害社会的那种可能性 也没有逃跑的这种 那肯定没有 但是是符合取报候审的条件 办案单位他跟我们说了 一个警官说你们跟红帽要求联系 那你跟红帽要求联系 对跟他协商一下达成了解 我们就可以我们好办 为什么他其实顺请取报候审要跟红帽要求联系呢 对 对 他说一个是达成一个叫做刑事谅解书 这是我们取报候审的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这个刑事谅解书作为办案单位 对案件处理来讲呢 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 我们试图联系红帽要求 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谈 你们怎么试图联系呢 在内门还有那个家属还委托了一个律师 那个律师他这个很谋要求 就比较熟 应该说是比较熟 两层性就这么大 这个律师可能先前还跟他办过一些法令任务 他说 他说第一是没必要 第二他们也不可能经验 如果说这个达成谅解 应该说这个案件的走向就不一样 可能也不会因为这个案件走到今天 那你当时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沟通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红帽要求讲的呢 红帽要求我们没有跟他打交道 没有接触他们 但是谭京登在看守所 应该是跟红帽要求有接触 在看守所 在看守所 什么时间 应该是他我们第一次会见 也就是1月25号前 应该他还有一个正面的接触 谭京登 他表示可以赔礼道歉 就是给红帽要求 在媒体上赔礼道歉 对这篇文章标题可能使用不当 表示不断 表示不断 做一个盗窃 当面跟几个红帽要求的人说的 对 另外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赔偿 另外可以在媒体上面对红帽要求 做一个正面的红帽 但是我说这个红帽你是怎么开展 你是违心的去跟他做一个或者说红帽还是虚假的一个红帽 他说我现在要出来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实际上是觉得现在被这个情势所迫 对 宁愿做这样的事情 但并不是他真心的 他说我们很多媒体刊物 如果说我们包括我的自媒体去澄清一下 说一下这红帽要求他的疗效 那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 但他其实内心并不认为这个东西有疗效 他内心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我现在这么做 还是真心想这么做 他说我能做到这一点 反正只要能够取保候审 我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红帽要求当时怎么跟他回复的呢 没有马上说不行 没有这么说 但是我们去会见以后 这个事情他不跟你见面 说明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就不认可 他们是不接受的 不接受这个方案 这个办法也说了 红帽要求 如果说不给你们达成谅解 我们取保候审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也说了这个观点 他说我们可以汇报 你的材料我们可以入卷 但是取保候审的前提条件 是和马要求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那后来你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有没有再试图跟 红帽要求这一方接触呢 没有 我们也去了 也跟那个办案单位有接触 他们说这个案件已经 马上就起诉到 医生到检察院 这个已经定起来了 沐浴承舟 对 这个 取保候审是没有可能做到的 他说这个程序过程当中 我说了好多 叫我签字 我看了笔录 笔录就非常简单 就每一次都是一两张纸 前面出了很多 我说了很多 他们没记 就把博取眼球 这个事情就单纯地记了这个话 我跟他们说了 签字的时候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 他说你这个 但是说很多话 不可能全部给他记上去 就没有记得笔录 我当初就问 就问这个情况 我就说你为什么用毒药 我这个标题怎么来的 他说 这个 我跟那个 他们说 就是说一个是看了这个 负面的报道 批评报道 主要是这个药酒 可能真的是误导老年人 因为这个老年人他没事做 看电视比较多 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所以写了这个东西 我说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其他目的 你跟办案单位怎么说的 当时没看到笔录 他说我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跟他那边记 就记了就是说 博取眼球 想更多的粉丝 我觉得当时就感觉不对 他自己真实的跟公安 做笔录的时候他说过吗 有说过 对 也说过 他跟我都说了 他说博取眼球 也有这个因素 对 也是因素 但是他把我这个前面说的 他为什么写这份文章 和为什么印这个标题 把前面这个没有 只留了这个 只留了这个 你为什么用毒酒 而不用其他名字 可能反复在修换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这种符合规范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 应该说这个这样的笔录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做一些起始 应该说对安建 对这个安建的事实 查明是不利的 是不利的 这个证据应该说 不完整 不完善 做完这个笔录 他看这个笔录的时候 他没意识到 就他自己的陈述 跟这个笔录上写的 那个内容之间的差异吗 那他当时有提了 他说这个写文章 我可能 那还有一个 一个其他的想法呢 善意的提醒消费者 他说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不计 警方跟他讲呢 跟他讲呢 我问他 为什么你当时没有说 提出来这些问题 他说你说的话 这么多 我们可能就简单的 把你这个想法 两次都是这样 他也没有提抗议 也没有要求纠正 他开始没有注意到 如果说非常对法律 专业啊 这个知识 非常了解 他一定会 认认真真去看笔录 出一个字 标定符号 我可能都会要看 但是作为 刑事案件的 犯罪嫌疑人 那应该说 大多数是不具备 这种知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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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